1900年,玛丽王后从加拉德购买了一套镶嵌着钻石和波斯绿松石的珠宝,包括一顶头饰,一条项链,一枚胸针和一副耳环。 头饰由情人节和月桂花环元素构成,绿松石象征着爱情,因此波斯绿松石王冠也被称为爱情凯旋王冠。 1923年,玛丽将这套首饰送给了自己的新儿媳伊丽莎白豹斯里昂作为结婚礼物。 这顶王冠原本是科科什尼克造型,伊丽莎白对其进行改造,去掉了最上面的一排钻石,1951年,他将整套首饰送给了小女儿玛格丽特公主,作为21岁的生日礼物。 2002年,玛格丽特去世后,她的大量珠宝被拍卖以支付遗产税,但这顶王冠并未包含其中。 有人认为,玛格丽特的孩子继承了他们,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可能已回到王室收藏中。 当凯特王妃于2013年佩戴了玛格丽特另一顶隐藏已久的莲花王冠时,这种猜测更加强烈。